主料,棉藕250克,金针菜50克,木耳20克,五花肉100克,主料,蒜油,油,盐,蚝油,葱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棉藕去皮,竖切成片,金针菜和木耳油台水泡发好,沥干备用,热油锅,下午花肉煸炒至出油,再下蒜蓉炒香, 倒入棉藕畅云,再倒入金针菜和木耳子一起炒,期间可以加一点水,当食材全熟食,加盐和蚝油调味,上边时撒通花,烹饪技巧,棉藕树切炒起来更脆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